這樣的一個時刻當中 袁大哥你觀察到了台灣有什麼商機 對 台灣這到底烏二戰爭裡面 撞到選擇 各位你都不知道 現在台灣的烏克蘭的女生 大家都在報導 跟當地的親戚通電話 後面沒發便 你有注意到嗎 斷訊 沒錯 我說戰經之後基礎建設 沒我們的分 中國的 基礎建設在烏克蘭 所有的地鐵 高速公路 鐵路 都是中國建設 中國高鐵 中國糧食 去那裡做的 那一帶一路 它是不是中間 最大的轉運站 你要知道 寬鐵到那邊載鐵 載鐵又到歐洲又變寬鐵 一直從大陸可以到倫敦 就是一帶一路 經過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基礎建設都它的 那戰爭破壞之後 不管是普丁營 還是烏克蘭 將來會再 再重建某 鋼筋 水泥 啥 需要嗎 台灣吃不到 但是我跟你講通訊產業 IT產業 台灣呢 補給 你敢知道 你不要去過中東 你不要去俄羅斯 你不要去 手機不是iPhone 三星 是華為 你看那個阿布達比 還有那個土拜 上面都是華為的廣告 同樣的在中東 尤其東翁這些 經濟沒有西歐 國家好的時候 它用的是華為的基礎 我問你過來就三機 不是什麼四機五機 直接跳六機 台灣的零件商 你知道華為48% 是我們台灣 Supply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將來台灣這些 你科技產業 在自己的領域 再突破 再加強 就跟台積電一樣 一直衝 讓人家都賣掉 因為我們部局 很多工程都在台北 所以我們Supply給華為 華為去 佔領整個烏克蘭市場 那麼我們的台商 是會跟著進去 因為台灣在烏克蘭的商人 我們說實在是非常少的 你說二三十 我說不會超過一百的 真的很少很少 你說有什麼弱大的商機 永遠去想 你如何把自己自身的力量 加強到最強 然後利用這些高科技產業 他們是最落後的 將來就直接跳過了 四基時代 直接進到五基 這個時候你台灣 能夠打敗三星嗎 能不能把零組件做到最好 然後跟著進去 這個是我一直覺得 破壞之後 一定有大建設 大建設以後的商機 我跟你講 土建 軟體 硬體 沒有我們的分 可是軟體 這個部分 台灣很強 然後我們的零組件 又是驚訝到全世界 所以你只要做到最頂尖 跟他台積電 做到最頂尖 沒有人可以取代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們的商機無限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你沒有破壞 就沒有建設 有建設 就有軟體 有軟體 台灣就有機會 你不要認為台灣小 可是台灣的 我們告訴你 科技國 這個寶島 它產生的爆發力 是非常強的 就是我們的足科南科 現在一直在 這些科技園區 一起上來 30年以前 那時候是培養醫生 30年後的今天 已經在培養高科技人才 所以台灣根本就 沒有人敢對他動手 這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你會說 台灣不會是烏克蘭 絕對不會 台灣有它特殊的價值 沒錯 不管是地理環境 或者是它的產業鏈 大家發5個 幾百年 在炒毀 電視 口號 雖 viewed 鳥